朕今天决定废处太子刘荣 大汉军队的事 朕自己先管他几天 帝王之事迅若雷霆 顷刻间这朝堂上就换了天 自打送南宫公主走后 汉景帝是养了好一阵子 才恢复了朝灰 精神头看起来也好了不少 那啥呀 朕的灵修的咋样呢 主管公将的大臣赶忙说 按照咱们大汉的传统 皇上和皇后的灵气是一起设计的 咱们没皇后那可咋办呢 大行令丽妃的哥哥 立奔跳了出来 陛下别慌 臣来给你办了 他闪烁了智慧的眼神 就上前跟刘起说 陛下呀 咱们现在后宫无处 礼仪荒废 咱们现在立皇后 那就是上可安慰列祖列宗 下可安定天下百姓 我提养太子的母亲 我的妹妹丽妃为后 谁赞成谁反对 这几句话说完 上至三公九卿 下至小太监都没一个敢说话的 他说的也是你们的意思 周亚夫 窦英 陶青 三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不敢说话 立奔一看 动用他们血脉中聪明灵力的脑壳 就明白了刘起的想法 陛下很开心 我得再接再厉 于是他逃出出血 陛下 这可是文武百官 联名呈现的经典大作 上书一行大字 我有一个皇后妹妹 百官 你们还有一打 立奔再蠢奔 也听出这话里 好像有一点不对劲 悲臣曾与管桃公主 商议过此事 他的意见也和沉得一样了 刘起听到这话 手都拍红了 一时间 殿内太子党 都没一个敢给立奔说情的 都说了 得罪谁都行 别得罪长公主 这不就给您使绊子了 外戚乱全 刘起能灌着你家毛病 让立奔教廷尉 以大不敬问罪 立奔被拖出去的时候 手里还紧紧拿着本 我想有一个皇后妹妹 这是 他这种印钞旗罢工 没有兵术的行为 不仅把自己一人打入死牢了 更是拖累了 整个太子一党 尽数全被清算 为何说 汉景帝行事迅若雷霆 异常简单的庭义 却上演大汉权力更替 皇帝代甲 必有大事 咱先不说这身铠甲 合不合身 但是这压迫感就让群臣觉得 有些不对劲了 人精斗英 眨不眨不眼睛 心说完蛋 坏了菜了 太子要凉 接着 刘起就果然如他所料的一般 朕今天决定 废处太子刘荣 这话说完 我们拯救大汉江山的太尉 周亚夫就不乐意了 他站起身来说 陛下 您要这么说的话 这话就不能这么说了 这事得慎重 咱们从高祖那 传下来的老传统 那就是 手推敌长子 刘荣再不及 也是长子 虽然母子两个 一个爱看刘备 一个爱白日梦 太尉说完了吗 臣说完了 刘起 目光直直的看着人精斗英 别藏着掖着了 太子老师 不出来说两句 立处 乃国家大政 于臣讲话 是为国不为私 瞧瞧人精说话 先摆明立场 哥们 心里就没自己 只有大汉江山的手一事 接着 窦英 才开始给刘荣求情 太子刘荣 聪明 人孝 于臣对他身为相知 感同身受 说着 又拿出刘邦来举个例子 咱高祖娃 当年就想立刘如意 在群臣劝戒下 才没立 这才有了大汉的江山延续 无缘无故 忽然废除太子 天下难辅 那么究竟是天下不服 还是太父不服 此刻的窦英 终于恍然大明白 刘起今天来这么一手 纯是属于 江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了 他和周亚夫 纯纯是被钓上来的 刘起 走到窦英身旁 当年高祖想废除太子 没做到 这话说完 窦英啪就跪在地上了 完成了钓鱼大师成就的刘起 也开启了收割模式 陶青哪 你这个人 那简直就是 我情愿什么都不做 也不愿意犯错 你年老体衰 回家养老吧 在大行令立奔的助攻下 太子被废除 改封为临江王 即日前往封地 太子一党 全军抚没 军权 顺利被皇权回收 这一套操作 行云流水 堪称迅雷不及掩耳 而最铁的太子党立妃 也是一朝凤凰 成野鸡 江湖子弟 江湖老 身攻红颜 身攻屌 谁也想不到 曾经明艳四方 恃宠而骄的立妃娘娘 倾刻间 便被关入冷宫 在青涩了太子一党后 刘奇并没有放过立家 他调人制度 来给自己干脏活 审理立家外妻乱政的案子 这个制度 是出了名的狠人 出号 苍蝇 手段狠辣至极 一出手 就把立奔 打入了死牢 用库立来接手外妻的案子 就可以看出来 刘奇 根本就没打算给立妃 留一条活路 等到王美人 趁着夜色来探望 他这位宫斗对手的时候 明艳大方的立妃 已经宛如鬼魅一般了 这只神功的怨鬼 扑着冲到点心上 饥不择食地吃了起来 哪里还管 好不好吃 立妃吃好后 自顾自地化着妆 凤眼半弯藏虎泊 朱唇一颗 点樱桃 他依旧天真的等待着 皇帝的垂青 丽妃丝毫没有意识到 他本身就是 圈养的一只金丝雀罢了 区区一只金丝雀 还想飞上枝头城凤凰 这样的自不量力 在古往金兰的后宫里 比比皆是 而这时候 就听见下人通报 皇上新任的中尉 制都快到了 一听有人来了 丽妃马上起身 拼着最后一点希望 冲下楼 云霞只有无尽绝望 留起交给制都的任务 很简单 让丽妃体面 如果丽妃不想体面 就需要制都中尉 来帮丽妃提 王美人脚下一软 心中的悲凉 又怎会少 那一夜 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听见丽妃 颓然地在门口 吕声呼喊 这个画面 让我永生难忘 那一刻 我就在想 如果我的儿子 能够成为太子 我一定要赢下所有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剧院 下一集更精彩